告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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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国御兄 谢谢 中国国民党 加油 中国国民党 加油 中国国民党 加油 加油 非常感謝這四位黨內的好朋友 在這次出選的過程 不光是豐富了我們黨內的出選 激盪了我們彼此的思考 也讓國瑜個人學習到非常多 關於他們所重要的論述 我會請人來整理 在這裡面我們來整理完畢之後 有可信性的 相信我們五個人在思想上跟精神上 都可以融成一體來共同推動 出選已經結束了 韓市長贏了 我還是要恭喜他 但是國民黨還沒有贏 台灣還沒有贏 我們不但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更重要的要思考 我們能夠帶給台灣人 我不會失智 我會更努力 一句話 莫忘初衷 在選舉的過程 我們可以說幾乎都有被韓粉霸凌到 這個要怎麼解 這才是韓國瑜要去思考的 不是說要找郭台銘或者朱立倫摸頭 這是沒有用的 他真正的對象是當時支持郭台銘的這些人 和支持朱立倫的這些人 那現在可以看出韓國瑜是他的鐵票部隊是非常穩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確定的 可是面臨了一個問題就是他沒有擴散的力量 郭台銘要出來的這個可能性還是低了 因為他要獨立參選 他要通過這個連署的門檻 所以現在看就是在未來的這些日子裡面 所謂的鍋粉 他們會不會開始變積極了 對韓國瑜來說你如果想要走經濟這部分 那你要第一個要向選民證明高雄有發大財 這非常現實的事情 你高雄的當時你競選大家很多人投你票就是 相信了高雄會發大財 那就是看你高雄是能不能經濟人繁榮 或者高雄市民的生活會過得更好 那這個很快的就在這幾個月就會檢驗化了 那你如果高雄都治不好 那你要選總統 我看這個困難度很大 尤其他現在身兼二職 這個我認為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 我可以說是傷害 你要找到大家 你可以拿一個人 你做得太 Rebecca 他都會讓這個人 你為一個人 我會說不少 你不是很多人 我不是很多人